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职业美式足球宫阳队昨天在洛杉矶举行冠军大游行 两万球迷上街庆祝 超级杯最有价值球员酷普穿湖人球衣亮相 向球迷说这是一座等得拿冠军的城市 这要归功于科比 供养队球员和教练上午站上几辆大型巴士 沿着南加州大学校园周边 进行1.7公里长的冠军游行 球迷夹到欢呼 有人冒险爬上围墙 扔赌球星 空中飘散蓝色和黄色的纸花 洛杉矶过去有天使之城的美名 近两年洛杉队伍联夺直篮NBA 职棒大联盟与职业美式足球冠军 媒体报道说天使之城已经变成冠军之城 获选超级杯最有价值球员的库普来自华盛顿 供养队靠着他两次关键的接球打阵 赢得队是第二座超级杯 他昨天在庆祝舞台上称 洛杉矶是一座懂得拿冠军的城市 并归功给一顾球星科比·布莱恩 在此之前 洛杉矶的上一场冠军游行 就是在2010年 科比率领胡人队夺冠之后所举行的 白宫官员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地区增兵约7000人 其中部分俄军是在今天抵达的 并说俄国宣称撤军是不实说法 据报道 这名官员还重申 俄国仍可能随时发动假期行动 试图制造借口来入侵乌克兰 并说虽然俄国先前表示 有意寻求外交解决 却言行不一 白宫官员说 我们目前掌握的迹象都显示 俄国表面上同意会谈 并宣称要让紧张局势降温 但暗地里却动员备战 拜登总统表示 各种迹象显示 俄国将入侵乌克兰 华府有理由相信 俄国将透过栽赃制造出兵的借口 可能就在未来几天行动 还说美国没有看到任何俄国撤军的迹象 他也没有致电俄国总统普廷的计划 拜登的发言是在乌克兰东部的 鲁干斯克与格内斯克 两个分离分子控制了省份 17日发生炮击后所表达 政府军与分离分子 互相指控对方先开火 才被迫还击 宣扰一时的旧金山联合学区 教育委员罢免投票结果 16日计票确定 三名教育委员15日遭到选民罢免 主要理由是 新冠疫情期间搞错教学优先顺序 把推动激进派政治理念 摆在照顾学童需要之前 根据旧金山选务厅开票统计 在这次特别选举当中 罢免票占压倒性多数 由于罢免案并涉及旧金山 自优高中入学议题 同时被罢免的教委之一 在多年前曾公开发表 侮辱亚裔的推文 因此相较于以往 吸引更多亚裔的关注 包括华裔在内 许多亚裔选民 甚至是首次参加市政府选举投票 旧金山联合学区有7名教委 均为民主党籍 美联社报道 遭到罢免的是主席 独佩斯 副主席高丽丝 莫利嘉 虽然罢免案组织团体 希望能罢免全体委员 但另外4名委员 应在任何时间未打门槛 而躲过被罢免 由学生家长发动的罢免案 是在2021年1月开跑 罢免理由是 学区对于重启校园过于缓慢 学生受教权益受损 教委会不顾家长抱怨连连 却忙着处理学区 44个校民的歌名计划 并取消精英学校 洛威尔高中招生制度 改为抽签等等 家长忍无可忍 展开罢免联署行动 终于成案